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想說說土耳其在敘利亞的邊境 幾天前發生一場相當致命的大地震,7.8級 魚鎮不絕,死亡人數可能已經超過五千人,甚至更多 無咎可歸的人是以百萬計,即是將近二百萬,可能更多 這場這麼大的,這麼致命的地震,為什麼會這麼多人死傷呢? 因為發生的時間是在大家在睡覺的時候 躁以千計的建築物倒塌,是在晚上發生的 而且當地就是冬季,非常之嚴寒 我看到一些片出來都是冰天雪地 對於那些去住的地方倒塌了,無家可歸的人是相當致命的 即是死傷的人數多,即使沒有死傷都好,沒有家裡回來 也會相當致命的,可能會有陸陸續續的不同程度的人道災難出現都不行 各個救援的隊伍已經趕到災難的現場了 有很多國家,包括台灣,中國大陸,香港,其他的英國,西方世界的國家都去到現場 我在英國連日來都是在電視新聞的頭條來,很詳盡地報道這宗消息 而且英國也很快發起一個災難援助計劃 其中一個我看到的就是一個叫做Desaster Emergency Committee 簡寫就是D-E-C,就是December那個字的簡寫 在網上我會放一個連結下去,就可以給大家捐款 在英國的朋友,如果你是有餘力的 我覺得來到這裏我們已經是很好的了 很幸運地 有一個相對比較自由的地方給我們 如果有人找到工作的話 或者他自己可能會帶一些錢來的話 你的生活是相當可以充裕的話 我覺得大家不妨捐贈一些錢 捐贈一些物資 有不同的團體都發起了的 你留意一下就知道了 我就給了一條link 這條link Disasters Emergency Committee 他有很多的援助計劃 包括土耳其 敘利亞 這一場地震的援助計劃 我覺得這個盡一個世界公民的責任 我想這個都很重要 我剛才說過了 香港、台灣、中國、大陸 都有派救援隊 去 現場 以香港是 非常非常罕有 非常罕有 如果我沒有記錯 其實就是2004年 204年出來 現在都將近20年 之後 再派救援隊 到海外 引起很多人的解讀 和猜測 我稍後再詳細說 現在的情況 好像都幾好 有些成績 第一 香港人 香港人 香港人是很善心的 我覺得 譬如中國大陸的華南水災、華東水災 文川大地震等等 都捐很多錢回去 中國大陸 過往 大陸有這些災難 最近的十年八載 就沒有什麼人採 因為 貪污的情況實在太嚴重 你去指控他有豆腐渣工程 就連那個 受害者都拉 香港人都沒有什麼興趣捐 特區政府自己 自己高興到舊 你喜歡捐 要給大陸一個很好的印象 你自己做到舊 香港人就不會搭這些 就不會做 但是這次 給土耳其震災 的物資 一個星期已經收到60噸 土耳其駐港總領事 60噸 又說有足夠的冬天衣物 如航衣物夠了 不過仍以睡袋帳篷 因為太多人無家可歸 穿夠衣服也好 你也要遮掩 雖然那些是佈的帳篷 建議市民可以捐款 代替捐物資 我也同意 雖然大家都可能會有 有點猶疑 因為捐錢的錢不知被誰貪了 他們會擔心 捐物資可能你不容易賣出去 但怎樣也好 對於大規模的災難 都是世紀災難 應該是捐款 同時捐物資 捐物資相對比較難處理 捐款是比較容易的 特區政府說 因應韜爾奇駐港總領事館的要求 派出這個援導 隊伍去當地進行搜購 協助捐物資包括帳篷 無尖 暖爐 衣服 物資等等 暖爐 我不知道叫燒什麼 這個都是 勾頭 一定會斷電斷水 為什麼要捐暖爐 而且也會有一個 香港的委員會 鎮災基金支撐委員會 以前中國大陸有事 都捐不少錢 鎮災基金捐款委員會 會談 盡快處理這個鎮災 捐款鎮災的事宜 而且傳來一個比較好的消息 香港的救援隊伍在 昨天的凌晨 近天剛的時候 聽到 在現場 的瓦力底下 有聲音 於是救援隊伍發掘 最後救了三個人 這個都令到香港的救援隊伍很興奮 當地的天氣很嚴寒 日間只有五度 晚上都跌到零度以下 跟英國的情況都很近似 但是他說 道路嚴重受損通訊不穩定 不過 暫時香港的救援隊伍 沒有任何撤走 撤離的打算 總算做了好的成績 我自己覺得 但是 為什麼2004年之後第一次 派出 香港 救援隊伍過去呢 有什麼考慮呢 當然這個就 不是那麼簡單 因為人道救援的問題 考慮 首先 台灣有很多救援地震的經驗 台灣在很多國家的地震 都會派出自己的救援隊伍去 因為台灣是一個多地震的地方 台灣是很快去的 大舉動員 幾乎是第一時間已經到現場 因為台灣的經驗被聯合國列入為首救隊伍的行列 當然大陸就很感冒 雖然不是很官方性 也承認他有什麼 主權 大陸就馬上有反應 大陸媒體的小溫紅就不滿 要出徵捍衛主權 說那個是中國台灣隊 中國人搶先救人 你喜歡說什麼就說什麼 當人家說台灣人來的時候 你說人家搞台獨 現在 第一時間去 完全不關你的事 你說是中國的 中國人先搶先 大陸的隊伍救援隊 災難發生後 地震後兩天才派過去 省市派人去土耳其 然後 特區政府也是 因為大陸有去 雙隔 將近 20年 19年 罕有派出救援隊伍過去 當然 大家都明白 越多人 這些都是首購專家 香港的消防員都是久經訓練 越多人去 災場面積非常大 都不會說 你來我不讓你來 以前中國唐山大地震就是這樣 多謝 不用你來 1976年 就是無死那年 所以多人參與是好事 現在計算香港 上一次 是南亞海嘯 2004年 因為 因為 當地有香港人 求救 我記得我有些認識的人都在那裏 賠了一條命 這次是沒有的 這次是沒有香港人在當地 但是特區政府 都 都派人去 陳國基 就這樣說 純粹是幫助土耳其當局 不排除就會增援 如果有香港人在外國或者內地發生意外 我們一定會派人 前往協助 大家都記得 很多年前 泰國發生海嘯 我們都派了很多人前往 這次性質不同 是應土耳其的要求 派出拯救隊伍 我們覺得應該幫他們 直到目前為止 沒有收到香港人遇難的消息 如果他這樣說 以前 2004年南亞海嘯有香港人之後 19多年 都沒有派人去 舉個例 2011年 成萬人死傷的311日本大地震 香港的守救隊伍 守救隊伍是無參與的 如果再早 早點 應境外要求 派出專隊前往外地的 2008年 民川大地震 中國大陸 不是海外 再早點 1999年 921 香港是有 第一次有國人參與 有些人去分析 特區政府為何要這樣做 特區政府為何要這樣做 我現在跟李家超特首 去中東 跟 中東的郵國 談 有關於商務安排 有人說 經濟合作等等 根本沒有一宗 沒有一宗生意成功 除了現在還在煮武米粥 是當地 非常大的石油 財團 找他來香港上市之外 全部都是武米粥 其實目的是什麼呢 其實是 配合中國的外交政策 我認為是配合中國的外交政策 李家超 去 中東 做訪問 因為 香港 你作為一個國際 金融中心 但是西方 對你已經零眼相看 制裁你 有 美國的 公司人員 撤走 對於香港 是不是真正正正的國際 金融中心 已經在西方的印象 大家都折扣了 因為中國和中東的關係很密切 香港就要配合中國的政策 和中東建立更加緊密的經濟關係 這次我覺得是很相似的 土耳其也是 因為中國和土耳其的關係 在繞西方的長腳 長腳 中國和土耳其的關係越來越好 但是 香港 要搞這件事 因為香港也是在2019年之後 國際形象越來越差 現在在某程度上被孤立 他唯有 向一些 中國的盟友 中國的好友 中國的好友 伸出友誼之手 建立更多的關係 去中東於是 派首個隊伍去土耳其 我覺得也是 很相似的 因為過往在2019年之後 跟著2020年的疫症 香港在國際上 這個形象是非常差的 這次 可以這樣說 是不是香港 現在是重新 在國際上 國際的舞台上 要建立的形象 要重新取回席 所以 他就派首救隊伍過去呢 在一些評論上 有一種這樣的說法 這個派出手救隊伍 可以向國際宣傳 你看看 我們現在重新 踏上國際的舞台 不過是一個災難的現場 但我自己覺得無論如何 多人去救援 是好事來的 但是 你看到有些大陸的輿論 大陸的小分紅對於 台灣 派出這個 非常之大規模的 救援隊伍 就有相當多的 這個批評 和第一時間去 這次有多少呢 台灣就說 這次是 動員 在急行 國際人道救援歷史上 最大的一次 總共有 130個手救人員 包括醫生 護理師 護士 和五隻 手救犬 13噸的救援設備 另外出動專機 直接把90個救援人員 飛到土耳其 也已經宣佈了 200萬美元 震災 蔡英文 和賴清德 都捐 自己捐轉出來 捐整個月的薪水 他很欣 一個月 一個是16000美金 這個副總統 就是11000美金 很少 李家超 陳國基 應該捐 別人就 除了政府撥款之外 自己都捐整個月的薪水出來 你們又不是很窮 你都可以 效法別人捐一個月薪水出來 你捐一個月薪水出來 是被人多幾倍的 大哥 文責 官員都應該捐吧 大陸 台灣手救隊伍出發的時候 媒體 因為大陸反應慢 這樣說 這些都是官方媒體 一些網紅 中國台灣救援隊率先出發 中國第一支救難隊 中國人向土耳其伸出援手 然後 我覺得 我覺得 我不知如何形容 這種 自嗨的 做法 然後 中國官媒 就說 反應 土耳其政府的要求 派出救援隊伍 星期三才抵達土耳其 有消防 有地震應急 等等 有些公益團體 百多人出發 那麼 我覺得 兩岸 都要在這樣的 救災難現場 有些較勁 不過這個較勁 就不是互相較勁 台灣似乎都是一三一二 救災就救災 台灣其實 在土耳其 在這個災區 其中一個災區 雷伊漢勒市 第二 早在三年前 台灣已經在那裏 台灣雷伊漢勒市 世界公民中心 其實是什麼來的呢 因為那裏是土耳其和敘利亞邊境 你知道敘利亞 一直有內戰 不絕 有很多難民 歐洲的難民潮 其中一班是來自敘利亞 很多難民 台灣 這個公民組織 雷伊漢勒市 台灣雷伊漢勒市 世界公民中心 早在那裏 他們說 做了幾年的深耕 是照顧難民 提供人道援助 是民間的 籌款建成 不是這個政府 其中一個最慘的地方 當地因為內戰 呈現一個無政府狀態 這次地震 核心就在那個位置 無水無電 很多國際政府組織在那裏撤退 但是 台灣的中心 仍然堅守在那裏 收容 躁以千計的災民 台灣做了很久 做了很久的事 不同 你教什麼勁 人家 一直在那裏做事 一直在做人道援助 這次台灣政府派的隊伍 都是 默默地做 默默地做 默默地去救人 默默地去人道援助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台灣在救災那裏 我都說多兩句 台灣是一個 公民社會相當發達的地區 跟香港不同 香港都是公民社會相當發達 大陸就沒有公民社會 已經全部剷掉了 沒有 香港本來就有很多公民社會的公民團體 亦都被剷掉 撿的就撿 大家不敢做事不敢說話 台灣是很發達的 特別有些宗教團體 有些佛教團體 在台灣因為你知道很多的災難 地震等等 震災救災是很有經驗的 我覺得 以前看過資料我記得他們說 其實 災民 地震也好 其他天災也好 尤其現在天氣那麼冷 最重要最重要是什麼 最重要最重要就是 有一碗 熱湯飲 如果在華人社會裏面 有一口 熱粥吃 你在 風餐露宿 冰天雪地下 有什麼幸福得過 或者有什麼能夠舒緩情緒得過 給他們一碗熱粥 或者熱湯 他們喝 這個很重要 這個就是人家 很有經驗的 救援工作的人 說出來 我覺得 台灣一個公民社會 能夠不單是幫到自己 去做這個援助 人道的援助 也會幫到其他國家的人 救助他們的災民 香港就沒有這些經驗 一定要 靈工 救了人出來就要大事宣揚 但是人家真的默默地做 對岸要跟他教勁 人家都理你 我一直都在做事 我做得多少 你又要回去大事宣傳 他們沒有什麼宣傳 是默默地做的 你看到 香港要在國際上 重新建立形象 這次是否能夠做得到呢 我這樣不敢說 但是無論如何 台灣 派了隊伍去 有很大的實質的幫助 我再呼籲香港的朋友 看我的影片 朋友也有很多 都直接可以捐給一些香港的 人道救援的 一些NGO 一些團體 他們其他事情不敢說 做人道救援 我想他們也會這樣做 在英國的朋友 我給連結 大家也可以按進去 捐錢 給這個 Disarters Emergency Committee 給他 直接捐助在土耳其 去震災 這件事都是 人類 一個相當大的災難 我們很幸福的 來到這裡 可以有暖的 衣著 有暖的屋 有飽飯吃 不過我們 心有餘力 應該幫幫 那些很無助的 有些災民 好暫時經歷到這裏 繼續支持我 非常繼續支持我 我心急有快的頻道 多謝你收聽 再見 各位 除了可以隱藏你的身份 保護你的私隱之外 還可以打破地域的限制 例如在網上看串流影片 Netflix 用了LotVPN之後 不同地區的電影和劇集 你都可以看到 又例如限定某一些地方才可以玩到的網上遊戲 用了LotVPN無論你在什麼地方都好 你都可以玩到 在網上訂酒店機票或者買東西 用了LotVPN 你身處何地都可以拿到不同地方的 折扣優惠 LotVPN 是一個戶口可以有六個設備 一起使用 一家大小都用到 用底下這個網址 關鍵字是 SAMNGX 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如果不滿意的話 可以全數退款 蠻好用的 不妨試一下 頂到 你也要不要担心 你會不會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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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裡 進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